你不晓得,你太晚了,你坐机车或者骑摩托车 你也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在晚上啊,我一直重复的告诉诸位不要出去 电视这样报导,我就必须这样告诉你 现在连无线电的都有问题 你说那师父怎么办呢?我也不晓得怎么办呢? 你自求多福啊 那你觉得我怎么不能说一个一个压你们回去哦 没办法,这么多女孩子是不是 小姐啊,没有结婚的很多啊 有的都长得很漂亮啊,是不是 这些小姐们啊,你们自求多福 似乎是好意了 造了无量无边的恶业啊 关回来,还要强暴人家 这真是很糟糕 披如大海啊,茫茫啊,荡荡啊,无有边表啊 我们造业其实无量无边啊 就没有止尽啊 没有听到佛法啊,止不住的 茫茫荡荡啊,遭殃祸 二一二 是气有着空,病亦然啊 气这个有见啊,着这个空见啊 这个病也是这样子的 环如避逆而投火 就像避开这个水 又投入这个火坑 一度是一样啊,上身失命啊 没什么两样啊 气这个有加一个见啊 气有着空就气有见 着这个空见 也是这样子 好像是避开了水 没有被沉溺了 但是呢,自投火亡 投进这个火,还是被烧死啊 你气有着空,一样是死路 一样是祸患无穷 若气其有见 而凿其无见 无见就是空见了 这个病也是这样子 所以古德说呀 便于疑心恋恋 便于,便于意思就是说 如果啊,当我们呢 如果我们有了疑心 起了疑心啊 便于这个意思就是 如果当,当我们 如果动一个念头 起了疑心 这个叫便于 这个疑心啊 恋恋,你就想办法 把它收射 这个旺心 要把它收回来 意思就是想尽办法 要把它除掉啦 就是刚刚师父讲的 哎呀,在佛前拜佛啊 这个妄想一起来啊 疑心就等于妄念一样的啦 哎呀,赶快把它收缩起来 赶快把它压制下来 就是这样子 色事归空啊 对佛不敬 赶快赶快把它除掉 哎呀 就是这样 不顺不动 不顺不动就是 啊,不眨眼睛 对,不动 心也尽量不要去动 就不动啊 压下来 压下来 不要动它 闭目长睛 眼睛不要看 才不要违望强 谁有念旗啊 哎呀,动一个念头 啊,不静 赶快要破除 细想才生 动一个微细的念头 赶快遏止 拼命的压 就像如实压草一样的 要把它压下去 不要使这个念头起来 不要使这个念头起来 如实见解 正是落空外道啊 魂不散地 死人啊 第一就是的 这个阴魂不散的死人啊 为什么 你这个石头压草 这个草根没有断啊 所以告诉诸位 那个念头是不可以用压的 念头是不可以用断的 念头 你让它自由 自在地扔印起来 但是记住 要清清楚楚 知道那是旺 放下 不要求真 不要着希望的像 不要分解 不要分别 不要我执 不要被像连住 这是本来面目的显现了 你认为我要求本来面目 又错了 本来面目不要求 但希望念 别无甚解 当你起心动念的时候 记住 不要被像连住 清清清救世现全 但莫着望 不需要求真 本来面目就是 所以这个念头 是活的 它不能用剪刀剪 不能用枪支打 也不能用绳子来捆 也不能用关刀来杀 或者是用火把 或者是用牵从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牢房来 来来把他 把他 把他关起来 你统统拿他没办法 所以怎么修行呢 记住 诸以我们的起心动念 但莫着于物 别无甚解 莫着 莫求 没有其他的 不是 不是 去求一个 跑出一个清静心出来 这个已经偏离了正法 这一切像 知道那是像 就这样看 如如不动的看 清清楚楚的看 不求 不找 与空相应 就这样子 洒脱自在 自自然然的 妙性天然 就显现出来 所以说 气有着空 病也是这样子 譬如有人 避开这个大水之溺 投火碎 火碎就是火把 这个大火炬 那一堆火投下去 死定了 所以说 环如必逆而投火 再来 舍旺心 取真理 取舍之心 成巧味 巧味就是虚味不死 因为佛性当中 是无取无舍的 取舍之心 这是见闻节制的作用 这是以无名为主体 这个都是虚伪的造作 所以说舍旺心 取真理 这个舍跟取是能锁不断的 舍虚旺的心 要取追求这个真如的理 那你完了 就大错特错 了望本空 别无真理 所以取舍之心 就变成了巧味 巧味就是 机巧 虚味不死 若舍虚妄的心 欲取真如之理 那么取舍的心 就变成巧味之行 撰言 取一边舍一边 是图真妄立 记住 取一边 那一边当体即空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 即心即否 当体即空 这个道理 那取一边舍一边 就能锁不断 图真妄立 执自信 执着有一个自信 逃自信 转似真言 又失去了本来的面目 其有空有两望 一味双弦 那么再来就是空有当体 怎么样 放下 一味双弦 不二的意思 那么拘断绝地 就是不落两边 拘断绝地 不落两边 即烦恼根 信不 这个就是烦恼的开始 烦恼的开始 所以说信不无言 你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不可以落入对立的东西 你要怎么样是烦恼 你只要取一边舍一边 你就是烦恼 烦恼 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远离烦恼呢 当体即空 不离本处 你要相信 这个不是虚言 不是骗人去说的 你要这样子 当下就放下 这样子拘断绝处 第一拘断绝地 那么烦恼自处 所以故罗三 这个是道贤禅师了 罗三怎么说 说 出餐 易保 细脚 难鸡 出餐 这是指指有 之见 容易除 着相 容易除 只有 执着一个有 之见 易除 就是出餐 易保 容易 可以解决了 着相 执有 可以容易解决 细脚 难鸡 这是指指空 指见 很难浅 前面所说的 取舍之心 便是执有 执空 指见 所以说 细脚 是难鸡 是很难 去除掉 鸡 就是 恶 很难 去满足 那个饥饿 就是很难 除去饥饿了 那么根本 差别 是良由 自措 根本的差别 正因为自己 弄错了 所以修学佛道的人 我们一下手处 如果错误啊 任凭你五年 十年 不要说五年 十年 任凭你三十年 一辈子 都不能了生死 不能成道 因为下手术 根本就是错误 就是错误 不是急着啊 你要到哪里修行 要先悟明心地 还我本来的面目 找到你腻在的主人风 处处 山林水边 都是道产 不要急 所以我呀 希望我的徒弟啊 在这里出家 你要住五年 你要悟明心地 处处是道场 那么五年后 应一跟师父住下来 我一个人发一万块 感恩的心 感谢由你 来帮忙嘛 大家共成 这个 这个 福教的事业嘛 是不是 五年呢 那五年呢 你不愿意住下来 如果你悟明了心地 那师父啊 不为难你 你就好好的 就出去餐 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没有住五年呢 最好不要离开 所以我们这边呢 要低度以前 都必须要一个一个 归在师父面前 发愿 我写一篇文章 叫他念 我弟子某某 一定要在这里 住五年 接下安居 五年 怎么样 以诸佛做证明 师父做证明 如果 不住五年 是七狂 师父七狂 三宝 犯大忘一戒 因果自行负责 一切遵守 神团的规矩 一切听 服从师父的指导 要念这一章 你不念这一章 不给你剃度 剃度以后 今天剃了 明天走了 像孤魂野鬼 像企业的孤魂野鬼 就像路边的野狗一样 到处人家被人家捕杀 去禁捕 对不对 你一个出家人 剃度以后 像孤魂野鬼的一样 没有依靠 这样不行 不行 所以我们现在 剃度以后 像我们这次南普多十三个 统统回来了 现在我们这次剃度十二个 那么也都必须发现 跟着师父五年 节下安基五年 这基本上的东西 是不是 哎呀 可能不错啦 不错啦 那个节下安基 其他国家都没算 所以他的生活 没有挂爱 要买书 有钱 生活 有吃 有法 这样又住不住 业障 业障 深重 真正住不住 这就没办法 又有生团保护 他竟然住不下来 你有什么办法呢 所以良由自措 走错路了 邪剥乐的人 到此 切须仔细地体重 你要好好的 去了解 去观照 邪人 不了用修行 深层 任贼 将为此 邪人 修行人 修行人 不了真心 本质具足的道理 所以舍望取真 被法所束缚 所以邪人 不能了悟 然后用修行 错用修行 深就是真 那就真的变成了怎么样 深层就是真的变成什么 任贼为子 任贼为子 什么是任贼为子 任前面所讲的 空 着空 着有 或者是 着有着午 这些病 认为这是 休闲 所以有一句话 连可千年不悟 不可一日错路 这句话 我希望你把它抄起来 很管用的 连可千年不悟 连可 我一千年都不开悟 不开悟没关系 我有机会 我碰到 三次日 我有机会 我连可千年不要开悟 不可一日错路 错路就是着谋 你有一天 你走错路了 你说 哎呀 文书讲他不住了 这里吵啊 这城市啊 不清静啊 人的吵杂 我到山上去了 好 你到山上去 自己看书 你又误觉 又扭曲 主事大德的意思 又用你的观念 修行 死职自己的观念修行 我这样叫做开悟 我这样叫做开悟 急着要开悟 我这样叫做修行 你完了 路自己错了 又着魔 又认为自己 这样叫做开悟 你完了 牛尾回来 牛尾走 没有救 没有救了 所以说 连可千年不悟 不可一日错路 走错路了 这下完了 谁啊 把你拉回来都拉不回来 怎么拉都拉不回来 所以啊 我们学到第一个 要尊师 要重大 一定要找明眼人 你好好的 你跟他 跟几年 你一定要认识 你的本来的主人 是什么 否则你落入 只做任命的四种 残的病 你统统弄错了 又自己认为啊 我行我素 这样叫做对 一直到生死的关头啊 拍不上用场 两百一十三页 邪波勒之人 不了心地法门啊 所修有为的功行啊 皆非究竟 这都不是究竟 尽属于有为法 正在生死案头啊 譬如任言经 十种修仙啊 比如说地形仙啊 飞形仙啊 游形仙等等 十种仙啊 在大佛顶 手令言经里面 卷八都有讲 十种修仙 一出不了意 不了意就是不究竟 前卫就是方便 方便就是不究竟 不了意 就是对了意说的 前卫就是对十卫说的 皆未能处理啊 这些只是方便啊 这不能处理的 就像台湾的 法会那么多 都是方便啊 都是全球啊 你真正侮辱佛法的人几个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今天呢 把这个善做得很大 这个善事做得很大 善事做得很大 你没有法啊 你没有法 你不能了生死的呀 那个是生死边缘的事情啊 你要弄清楚啊 是不是 我们今天台湾的法会 那么的多 方便啊 你雾名的心地 那才叫做究竟啊 良由以取舍 取舍虚伪之心 而为修正无上菩提 就像啊 世间人啊 认贼为子 义其亲弟 义其就是 贼啊 不是我们的儿子啊 我们强迫要认这个儿 认这个贼 来做我们的亲子 亲弟就是亲生之子啊 那不可能 这是贼 这就是我的亲儿子 那无有是处啊 修行啊 错用心啊 认贼为子啊 就是这样 所以说 生成认贼将为子啊 损法财 灭功德 你破坏的清净的 清净的法身啊 当然损法财啊 因为认贼为子嘛 自信的功德法财啊 统统损耗 统统消灭啊 灭功德啊 因为出发心啊 下手处 统统错误啊 不是着有就是着空啊 统统不对啊 莫不由 思心意识啊 没有不是由心 或意 或者是事 那么既然认贼为子呢 这个功德法财 如何保住呢 当然 就进阶失去了 保不住了 统统失掉了 所以说 损法财 灭功德也 莫不由失心意识者 这对境 觉知 当然不同于木石了 我们对这个境界 我们对这个境界 有所觉知 就不同一样 这个木头 或者是石头 不同于木石 这个叫做心啊 那么再来 心 酬量 酬量就是恒凉的意思 这个心啊 落入这个数量观 数量观就是恒凉 恒凉 我们衡量别人很容易啊 衡量自己很困难啊 心啊 酬量别人的好坏善恶 明知也意 寥寥别之啊 这个叫做事 哎呀 众生啊 加上这个执着啊 哎呀 很清楚的啊 各千差万别啊 通通分清分别的很清楚 哎 寥寥别之啊 这个就是意思 以此三伐啊 生灭千流 千流就是生生灭灭 种种的诸行啊 造作啊 落入因果的生灭象 造作种种的业 皆由此啊 本来我们造业 后来业变成我们的主人 哎 操纵我们的 变成是业 传业 转业啊 心意着千差 敬起啊 你的心意就是心分别啊 如果我们心啊 动一个分别心 那么 种种的境界的千差万别 静起就是啊 通通啊 真着起来 静本来就是竞争啊 啊 争论就不休了 哎 就会争论不休了 不管我们啊 怎么样子 都不满啊 不管我们怎么样子的 对这个世间的不同的看法呀 最好我们能够消化它 想办法自己要去消化它 你不必去求疑别人 这样烦恼会越来越少 比如说 啊 人家 伤害我们 如果我们 希望别人不要来伤害我们 这个可能很困难 也会活得很辛苦 我们不敢求疑说 他不要再来伤害我 当然你有办法可以这样做了 哎 如果我们转一个方向 他伤害我 我退让 我关照 我前世欠他的 你再伤害我 没关系 没有把我杀死就好了 通通解脱 这个是最好的办法 所以啊 求人啊 不如求己 哎 求人不如求己 是不是 有一次啊 人家 人家看到一尊观世音菩萨 说师父师父 去观察观世音菩萨 那怎么也拿一串念珠 他在那念什么 我说 他念他自己啊 啊 他 观世音菩萨念观世音菩萨 对啊 啊 是啊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念念珠 为什么念他自己 我说求人不如求己啊 嗯 有道理啊 有道理啊 嗯 真的啊 方便上讲就这样讲了啊 就观世音菩萨念珠的假象啊 是不是啊 求人不如求己啊 所以你可以把一切所有的问题的烦恼 告诉自己一句话 因为我没有智慧才会烦恼 因为我功夫不够才受影响 才受是非的缴获影响 你常常要这样子告诉自己 你心里面定下来 不管这件事情对跟错 都不关我的生死 放下 你一百分了 你一百分了 你就是大修行人 不管这件事情的真相是真的是假的 都不关我生死 我就是放下 你就是人的 你就懂得修行了 就修行啊 我就是这样啊 我就是这样啊 我没关系什么啊 你不要把我传递什么都好说啊 你怎么讲都没关系啊 你怎么赞叹我 那是你的修养啊 是不是 我就是讲到怎么样 很好 是大众生的啊 你怎么样批评 这不关我的生死 斩钉断铁的全部放下 为什么 你千差万别 你怎么样去分辨 是真是假 是有一个人啊 问师父一句话说 师父 我怎么样用剥热的智慧去了解 这个这件事情是对 这件事情是错 这个事情是是 这个事情是非 很简单 你记住 内心放下解脱 不管是非善恶 通通超越 这个叫做永远的对 如果我们今天 在是非善恶一直 认为对跟错里面 拼命的烦恼跟执着 我就是你对 通通错 因为那是生死 哇 很清凉 他听了是非常的清凉 那这样知道了 所以以后他处理事情 碰到事情 他就一句 母书说 万万事都没事情了 这样就对了 这样就对了 我说真聚 这样就对了 万般的事情都没事情 这样就对了 解脱 解脱 你不必去求人家 求人家是很辛苦的 是一次三法 所以千流种种的造作诸行 都是因为这样的 心的起心动面 所以心意 这千差净起 心平这万法坦然 心平万法坦然 是不是 心然这六道四身 心空这一道清净 心如果染污的话 六道轮回 四身就产生 心如果空 一道清净 所以说 莫不由失心意事也 心意事也 是以残门了窃心 顿入无声之间力 残门了窃心 就是打破无死无名 真心显露出来 生死大事则了 所以是以残门了窃心 就了窃了无名 打破了无名 真心就显露 顿入无声的之间力 之间跟佛没有差别 叫做无声之间力 佛也是无声 佛是无声法人 我们现在顿入无声法人 之间力 就之间以诸佛无别 上来所修 都是无意的苦恨 所以顾非真实也 为般若一法 才是究竟 大般若经这么说 圣圣般若 般若密多 是诸佛母 能是世间诸法的实相 简单讲 就是般若很重要 说出家之事 出家之事 得不尽心于此 大丈夫出家 应当用心在这个地方 波勒的智慧下手 波勒的智慧下手 是云门大师 云门大师就是云门文言 这是唐末 五代的出家人 为云门文言禅师 文言禅门大师警策 兄弟这么说 说一等是踏破草邪行脚 一等就是那些 上根立志的参学者 参学者 一等就是不落入二等 如果是一个 上根立志的参学者 他是踏破草邪 到处行脚 去找善知识 他抛弃的父母师长 只为了要了生死 只许找些指 眼睛使得 眼睛就是心一定要开悟 一定要 只许就是一定要 得到一些消息 眼睛 就是表示开悟的消息 若以本色 如果他福报很大 碰到本色 就是碰到大侧大物的禅师 咬猪狗手脚 不惜生命 这咬猪狗手脚 是没有意义的开示 比如说 德山禅师说 吃啥去 吃啥去 这个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当他 讲这个没有意义的 就把它当作是 咬这个猪 咬这个狗的手脚 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味道 或者是不好受的味道 意思就是认真地去掺血 不管他讲什么 你只要抓住一句 去掺 就是咬猪狗手脚 这咬猪狗 那些禅师讲 没有意义的话 你咬住 然后就一直掺下去 不惜性命 入泥入水相违 吃尽的苦头 有可咬着 有一点点的消息 怎么样 咬着 有可有一点点的咬着 这个扎上眉毛 扎上眉毛就下定截心 眼睛 眉毛一扎 怎么样 高挂波然 就不动了 就不再移动了 不再移动 为什么 高挂波然 就是不出去脱波了 人放着 高挂起来 高挂起来 为什么呢 高挂波然 就是不出去 下定截心 跟着 十年 二十年 你看那古人 在跟一个善之士 哪有像我们这样 慈悲说 五年 你就可以出去了 二十年 古人 在学到的 十年 二十年 打取 撤去 莫愁不叛 意思是 你只要下定截心 一定要开悟 没有一个不开悟的 就是说 有没有志气而已 有没有志气而已 你有没有志气 比如说你要念佛 我要念到一心不乱 如果你下定这个截心 决定上品上身 决定上品上身 崇尚诸圣 无不及发 每一个都是 跟你劝导 劝以此个门中 用心 要在这个参 这个物的地方 本性的地方下手 所以说 是以禅门了窃心 顿入 无生的知见力 无生的知见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